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阔金主帅倾向让格登首发 安东尼生涯或首次打替不考 新思今下加盟勇士考新思在今年夏天 以一份一年530万美元的低价合同签约勇士 那让他背负了很多骂名 很多人说他现在可以套拿总冠军了 考新思把这些骂名转化为动力 但是他并不会套拿总冠军 我的动力只分不减 我现在真的像个疯子 我想你们会在球场上看到一个全新的考新思 考新思说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展示我在伤病恢复中所付出的一切 我认为你会在球场上看到这一切 但是说到这个团队 我的意思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可以在账面上看到这一点 在账面上看起来很棒 当然 我们必须努力工作 但是这支球队的潜力是可怕的 我们必须展现出这种潜力 考新思在球场上是一名脾气火爆的球员 他以前在比赛中和勇士球员发生过争执 那么如今来到勇士 他是受到欢迎还是排挤 我的意思是 我在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就输过了 但这一切都很激动人心 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 考新思说 这支球队连续两年多的总冠军 很明显他们不需要 他们可能是那种说 我们不需要任何帮助或其他球员的人 他们理应拥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他们还是张开商并欢迎我 他们非常兴奋 我认为任何一名球员 都会欣赏来自队友的表现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很感激 那些家伙 很显然 虽然来到勇士的时间并不长 可是考新思已经被这支球队的文化所征服 很放松 很悠闲 我的意思是 从上到下 他们只是在享受篮球比赛的乐趣 考新思说 我甚至不认为他们真的把篮球看作一份工作 只是打篮球的乐趣 我认为这是他们区别于联盟其他球员的地方 昨天指的 值得 stimulus都喝吗 请 staff门 值� Multip今日 值得 值得 不平时赐